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現在就是我素顏 所以還有一些黑眼圈還有一些痘痘 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在乎 因為有人想看雙眼皮二根 所以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問我有關雙眼皮事情的人 其實還是蠻多的 那有人會問我說為什麼還要再重做 其實我還要再重做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貪心我覺得不夠大 那現在就是 距離我上次封雙眼皮應該有四個月五個月了吧 其實非常非常自然 素顏現在是素顏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想要做怎麼樣眼睛 其實不用擔心說 你自身眼睛的條件 不用太擔心就是說你自身的條件好或不好 就是你就去做然後去給醫生諮詢 然後再選擇一個你信任的醫生 你喜歡的醫生其實就夠了 然後就好了 然後 如果就是真的真的 就是拿捏不下決定的話 你就可能可以把圖片給我 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可是最重要的是 請不要叫我幫你預約醫生 因為我不是諮詢師 然後我也不是 對就是這個 這個預約醫生的事情呢 可能要請自己來 如果哪一天我突然想不開了 然後去當這個就是 可能就是接待啊 接待你們從香港來啊 我帶你們去找醫生幹嘛幹嘛 如果我說 這樣的話我也可以做一些這種 生意可能 大概就是你們可能買我的時間啊 我陪你們去啊 給你們一些建議這樣也行 對 我是不排斥啦 如果有人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就算OK囉 然後呢 我在這然後要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唇 你們這樣乍看之下是不是有畫又吐口 其實我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我真的是素顏 全素顏 因為我有去 我有去秀唇 我去秀了唇 然後 他隨隨隨隨隨 是因為我剛擦不出口 然後還有 我也去秀了眉 我最近都有點多喔 這個眉毛就是 我聞的 其實 這些東西我已經 就是 弄了一陣子 然後我覺得 真的很方便耶 唇跟眉 其實我還有用內眼線 但內眼線其實 我沒有 我沒有用到 就是到特別 特別 特別 特別粗 特別深這樣子 所以他還要再去補色 那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很多藝人都很漂亮 因為他們就是尾素顏啊 有蠻多藝人蠻漂亮的 我可能去用個紋啊 唇啊 其實你知道嗎 走在路上都挺有氣色的 我就不用什麼化妝 而且他們五官又很漂亮的話 真的是絕師大眉 對 然後 嗯 對 反正就是 這樣 我覺得其實大家 不管到了結婚還是幹嘛 女人啊 總之還是要保持一下 就是要 要漂亮 要美麗 因為我覺得你要 你漂亮 然後你美麗 你有自信這樣子 然後你的小孩就會 很崇拜你這樣 所以 女人一定要當一個被人家崇拜的人 然後 也要讓 讓就是你的老公啊 對你 哇 還是覺得你很漂亮啊 然後很喜歡你 不要在家就變了一個荒戀婆 荒戀婆 誰愛啊 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不愛 我就覺得 天啊 你整天在家 然後 什麼衣服都不好好穿 然後裝也不好好化 也不打扮一下 這樣子 這樣就不好 所以我覺得女人真的是要為自己 自己 自己造想 真的要 要保持漂亮啊 然後要去增進自己的知識啊 都其實都蠻重要的 對 所以 我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變美 就是一起加油一起變美 而且 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你不要擔心 擔心 擔心東擔心西的 就是你可能 事前 事情考慮好之後 你就去做了 不要 不要在那邊猶豫來猶豫去 你猶豫來猶豫去 就一直一年兩年三年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後悔 就是我戴牙套 就是 牙套嘛 其實我說真的 我真的有時候吃飯很容易勾到 我現在這裡面啊 都是長水泡 然後一顆一顆的 其實吃飯還蠻痛的 然後我吃飯也很不舒服 但你問我有沒有後悔大牙套 我真的沒有後悔 因為 你們等一下 我放一些我以前的照片 你就會知道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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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整的心 然後 就譬如說 因為我現在戴牙套嘛 然後我做了眼睛 我出海關啊 海關認不出來我 我說真的 海關認不出來我 然後那時候我去 我去 我去 我去大陸的時候 我去上海的時候 然後海關就看著那個照片 護照這樣 小心 這是你嗎 不是說對對對 是我是我 然後他又看了一下 請問你還有別的證件嗎 然後我就 他認不出來我了 我心裡想說完蛋完蛋了 所以呢 我就 拿了我的健保卡 跟我的身份證還有駕照 全部給他 殊不知 我的身份證駕照還有健保卡 都長不一樣 然後 就是 我的照片 就只有分十幾 都長不太一樣 你知道嗎 他看 然後他就 他就 找了他後面的那個同事 欸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他同事就這樣跑過來 然後來了之後呢 那個 他同事 他說怎麼 這小姑娘挺漂亮的 他說這是他 然後那個人就把他拿走 小姐 我想請問一下 沒有做整型手術嗎 要認真地問我 我就跟他說 嗯 有 這個是做第一次 這個是做第二次 這個是戴牙套前 這是戴牙套後 他說 你只有做眼睛嗎 然後我就說 對我只有做眼睛 然後跟戴牙套這樣 他就說 嗯 可以請你把你的 頭髮撩起來嗎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我可以撩起來 我就撩起來了 他就認我的耳朵 因為耳朵是不太可能整形 他就認我的耳朵 然後 之後他就說 嗯 小姐 你真的是越來越漂亮了 嗯 不錯喔 可愛的小姑娘 然後旁邊就說 對啊 我看他挺漂亮的 但護照怎麼長得不太一樣呢 然後我在旁邊就說 不好意思 這是整第一次 再整第二次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看那個照片 我回去要換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就 嗯 知道了 他就是很可愛啊 因為我覺得那個 他過海關那個人 就很可愛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那邊說 嗯 這小姑娘挺漂亮的 然後但照片有空換一下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嗯 這已經是我第二次出不了關了 我就想說 嗯 好 我問一下我朋友是不是真的長得很不一樣 我就發了一些訊息給我媽媽 還有我的朋友們 我說媽 剛剛海關不讓我進去 海關不讓我進去嗎 然後 我也問了一些就是 朋友說 欸有真的長差很多嗎 他們看了他說 難怪你出不去 長差太多了 對 等一下我如果 我就可以拍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就是 所以 我是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真的有做一些就是 就是 微整啊 然後可能你的護照差太多 就 就要記得去 去換一下那個護照 這樣子 然後 這樣才可以 才可以順利的出國 然後順利的 順利的 順利的 順利的過海關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 現在就是這樣的分享 啊 我還有一個分享就是說 嗯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 真的是會 會越來越有自信 就是如果當你就是 你覺得你自己越來越漂亮 其實 我覺得 外在應該是也有因素 就是我的外在 就比如說我做的眼睛 其實這是一直以來 我一直很想要做的 那我現在 我現在眼睛是我 這是我現在最滿意最滿意最滿意的眼睛 還有我的 牙齒就是 因為我做的牙套嘛 所以 我雖然 每天就是很痛苦 就是可能吃東西很痛苦 然後戴 戴頭套 然後很痛苦 戴 就是 我每天要調整的時候 其實蠻不舒服的 因為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是 我不是排整器 我就是腳上那個 古性爆牙 所以 我真的覺得戴頭套不是很輕鬆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是長期耳機下 而且 我很容易就是磨破皮 然後有時候那個鐵是 可能不小心用到 勾到我的肉 這樣子 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 就是 我覺得受這些苦都是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我 越來越有自信 然後也越來越漂亮 然後就會越來越砍心這樣子 就是 我覺得 因為可能大家有 如果有follow我的話 就是可以從第一集影片 這樣看 其實真的差蠻多 我其實到那時候 到現在我都是素顏 只是我最近 比較不好是 因為我就是會長痘痘 然後我去直髮 我也覺得挺棒的 但是我直髮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長出來 如果就是 應該說已經長出來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長 那以後如果變很長很長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另外一個心得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一直支持我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我囉 掰掰 吃吧 吃吧